来创世纪十九章十五至十七节 还有二十四至二十六节 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头影片 过后我们会一起诵读 好 我们一起诵读 一二起 天亮了 天时吹逼罗德说 起来 带着你的妻子和你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 免得你因这尘的罪孽同被剿灭 但罗德迟言不走 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 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 以及他两个女儿的手 把他们领出来 安置在城外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 逃命吧 不可回头看 也不可站在平原站住 要上山上逃跑 免得你被剿灭 二十四节 当时耶和华把硫磺与火 从天上 耶和华那里降雨 索多玛和额摩拉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城里 所有的居民和土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罗德的妻子在他后面回头一看 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这是神的话 我们请恩免传道 有吗? 这是 Speaker 你那个有 Switch吗? Switch and Speaker 的那个? 比员啊 都有啊 武人和马虎一辆 我都叫你 我有一个 可是我要 你这么说的 太太太 还能怎么说 我使你 你这么说的 我感免得 你这么说的 感谢观看 奇怪 这个我要请Joseph来帮我看一下 对不起啊 有些的延误 不晓得为什么他出不来 刚才主席有带领我们做捐血运动的祷告 所以下个礼拜六就是我们的捐血运动了 可能有些人还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捐血运动 什么时候 那我要非常地鼓励大家 就抓住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来 如果你还没有捐过血的 而且已经到了18岁 体重超过45公斤 这边少过45公斤的不多了 你不要说我很瘦啊 我不够很高清啊 不是啊 其实你如果到了18岁 体重有45公斤 你都可以试着来试试看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耶稣流血救我们 对吗 他可以说是把血流完了 那我们是捐血也可以去救人 那样子 所以你可以把捐血这个过程 当成是一个祷告 其实真的 我非常鼓励 尤其是少年人 青年人 过了18岁的 第一次捐血的话 你就把这个当成是你的一个祷告那样 就是哇 耶稣流血为了拯救我 那我现在捐一些血 也可以帮助人延续他的生命 多好啊 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 刚满18岁的少年人 捐了他的first blood 第一包血 然后呢 要给那个护士之前 他抱在那边 哎哟 我的血 我的血 我今天要给我的血出去了 哇 这个感受是很特别的 那往年呢 我们都是在什么时候 办这个捐血运动呢 都是在受难节的时候 办捐血运动的 是不是更有意思啊 哇 是 在受难的时候呢 我们办这个捐血运动 但是因为这一次呢 大选的缘故 我们就把它延迟到 七月份那样 所以等一下呢 在聚完会以后呢 我们是会有这个提示 会 We'll have a briefing on the blood donation 所以请大家都要留下来 好吗 我们今天没有小组 我们留下来 做一些的briefing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一起的来 多少都好呢 可以参与在教会的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活动里面 当然不只是捐血 我们期望的是 也可以认识到一些人 一些的 这边住来这边周遭的也好 他们可以认识教会 然后进一步的认识这位 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要继续地来谈 这个信心之旅的课题 那信心之旅的课题 我们过去谈过的 不同的主题 对吧 有一些是鼓励人的 不要放弃 要继续 对不对 有些是要求委身的 对不对 要委身给神 要跟随他 有一些是带来 安慰的等等的 但是今天的话呢 一个黑黑的脚印 OK 就是带来的是一个警告 通常这种讯息呢 不多人喜欢听的 又要讲罪啊 又要讲警告啊 我听得很多了咯 或者是 你真的听很多吗 其实我发现 现在教会里面 常常就是 会忽略了这方面的课题 那样 所以我想 我们今天呢 是要来看是 怎么样从罗德的 这个生命当中 他一家的这个历程当中 给我们一些些的提醒 如何的可以继续地 与神走这个 信心的旅程 刚才主席读的经文里面呢 我们看到 好像是一个上帝的审判 临到了索多玛 还有俄摩拉这个大城市 那样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 上帝看到索多玛 俄摩拉 他们的罪恶很深重 因此呢 上帝要派天使去剿灭 去毁灭整个的索多玛城 那在毁灭以前呢 他就先来告诉亚伯拉罕 那亚伯拉罕就说 上帝啊 如果这个城 有五十个亿人 你要毁灭它吗 这个天使跟他说 没有啊 五十个都没有啊 那样子啊 哇 这么多人 五十个亿人都没有啊 那那那那 那四十五个有没有呢 四十五个也没有啊 四十五个也没有啊 这样慢慢地剪价 剪到 如果这个城 有十个亿人 你还要毁灭它吗 上帝说 连十个也没有 这时候亚伯拉罕就安静了 他发现原来这城 真的是罪恶深重 每一个人活在罪当中 一直 神要进行他的审判 那样 那后来这两位天使呢 晚上呢 就来到了这个索多玛城 那罗德看到了 这两个不一样的外人进来呢 他就接待他们 免得他们流落在街上 那样 所以接待他们 进到家里后 晚上 哇 结果这个城就热闹起来了 所有的男人都跑出来 要寻欢作乐 包括什么呢 包括男的要跟男的 要寻欢作乐哦 所以他们来敲罗德加的门 说 蹦蹦蹦 喂 喂 喂 那那两个新来的 给我出来 那两个新来的给我出来 让我们跟你一起 男的男的寻欢作乐 包括性交哦 那 索多玛 尔摩拉的情况 就是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败坏的一个情况 那样 所以 罗德不允许 这件事情的发生 他甚至会说什么呢 我还有两个女儿啊 怎么样 怎么样对她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请不要这样子来对待 这个两个外来的人哦 所以我们感受到是一个 很伤痛的一个故事 为什么一个城会沦落到 这样子一个地步里面 那英文字 Sodome 刚交的意思啊 就是源自于这个城 Sodome Sodome 这个城 后来就演变成了一个 叫做所谓的 南南性交的这个名词 当然对于马来西亚来说 很熟悉的一个案件是谁啊 安瓦嘛 对不对 安瓦什么时候 当然 这个是由法律去处理 当然它也被放出来了 我们不知道啊 那现在就是说 这个Sodome 因此也出名了 那我们现在看看 现在的这个社会怎么样了 现在的这个社会 那我感觉 好像渐渐地又要走向 Sodome的这条道路 我感觉 人的人性里面 它的罪恶 它的引诱 它的这些 这些的放纵的这种欲望 非常的大 前几天我才跟 一位从外国回来的年轻人 读完书回来 聊一聊 我就问他说 你们那边有教会吗 有啊有啊 有教会啊 你们那边 教会人怎么样呢 都是中年以上的 年轻人不多 年轻人不多啊 是因为没有年轻人吗 不是不是 这些很多年轻人 那边有很多大学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 去了哪里呢 他们礼拜天早上 哪里起得来 之前晚上在做什么呢 在喝酒 在寻欢作乐 所以呢教会里面 没有什么年轻人 很多都是中年以上的 才会来到教会 我们要为着 这般的少年人 青年人 早上早早来practice 几点啊 七点半是吧 七点半来practice 然后带领我们 今天一个非常 非常让我们 可以进入到敬拜 把荣耀归给神的赞美 我们鼓掌 谢谢他们 鼓励他们好吗 是的 我们看到其实 也许马来西亚 还没有非常的超过 真的在许多的国家里面呢 真的是这些的 喝酒泛滥 吸毒 吸大麻等等 还有性贩面的烂交等等呢 是很大的在影响着 整个的社会的 那我们也知道 最近这些的所谓 同志运动 这些同性的 这种的性行为等等呢 也是很多的 在各方面 在打击着 许多国家的基本 那样 我们认为说 同志的教育呢 是多元化的教育 是彼此的尊重等等 你要让孩子们 自己选择 要做男还是做女的 不是出生就决定啊 是以后才决定的 那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 这整个的混乱 不断地在社会 或者是在世界当中 在运行着 我个人感受里面的是 好像 又要渐渐走向 像索多玛 尔摩拉 这样子的一条道路 那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一个 一个情况呢 那我们再来读一下 刚才这个经文里面呢 就在 这一个 这些索多玛 尔摩拉的人 要尝试 要打破 这个罗德的家 要尝试继续他们 寻欢作乐的行为的时候呢 这个天使就告诉 罗德说怎么样呢 天亮了 天使吹逼罗德说 起来 带着你的妻子 和你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 免得你们因这城的罪孽 同被剿灭 因为天使已经跟 这个罗德他们讲了 耶和华要毁灭这城 因为这城的罪恶 无法挽回 但罗德 迟言不走 他 犹豫 迟言 不想走 两个人 因耶和华 连缅罗德 就 拉着他的手 和他妻子的手 以及他两个女儿的手 把他们领出来 安置在城外 是不是飞出去了 我不知道 通常就是 不容易啊 把他们拉出去 然后呢 领他们出来以后呢 就说 逃命吧 不可回头看 也不要在平原站住 要往山上逃跑 免得你们被剿灭 当时耶和华把硫磺与火 从天上耶和华那里 降于所多玛和俄摩拉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 城里所有的居民 跟土地上生长的 都毁灭了 这是一个上帝 在旧位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 毁灭审判的一个行动 罗德的妻子 在他后边回头一看 就变成了一根 岩柱 那样 所多玛俄摩拉 现在在哪里呢 现在在死海的下面 在过去 这个亚伯拉罕的时代呢 所多玛俄摩拉 还是在一个城市 而且是相当繁华的一个城市 可是现在呢 他们是被淹没 成为废墟 被淹没在死海的南端 那个地方 那是死海的一部分 那样 为什么人性 会走到这样子的一个扭曲 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呢 你们觉得 人类的文明不断在进步 对吗 科技不断在进步 对吗 你手上那个手机 过两年就要换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科技不断在进步 对吗 这种换的速度 我是过去所无法想象的 你了解吗 哇 科技不断地在进步 但是 请问人有变得越来越好吗 大多数是摇摇头 Henry摇得很 头快掉下来了 没有没有 你发现 是没有错 我们好像越来越civilized more and more civilized 我们越来越文明 我们越来越有可以享受的 不同科技 我们有更多更多的方便 可是呢 在我们的道德的层面 在我们的思想层面 等等呢 我们人并没有变得 越来越好 我们一步又一步地看见 其实人性的里面 是很败坏的 是很容易被影响了 我要告诉你 包括我自己 是很容易被罪恶 被引诱 被试探所影响的 如果我们本身不小心 如果我们本身不注意的话呢 那我们很容易 就跟罗德一样 也慢慢地被带离 而且呢 进入到这个罪恶的城里面 所以恩典之路 是可以一步一步地走在当中的 但是呢 罪恶之路也是可以 一步一步地走向去的 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呢 罗德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 他的整个的原则跟价值观 也改变很大了 只是把他女儿送给人都可以的 这个对于我来说 这是无可思议的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已经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一步一步地被带开 但是上帝满有恩典跟怜悯呢 他要把他们从这个城里面拯救出来 为什么一开始罗德会渐渐地变成这个样子 那良心不见了等等 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情况的产生呢 我们要追溯一下回到几章之前呢 这个罗德他怎么样跟亚伯拉罕分开以后呢 他往哪里去 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镇 他渐渐迁移帐篷 直到索多玛 哇 索多玛是一个繁华的城市 哇 Very happening 里面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事物 五花八门的城市 而且夜夜升歌啊 每个晚上都可以happy 喝酒啊等等这些的 所以呢 罗德怎么样呢 不因为这个情况他远离 反而怎么样 渐渐地越搬越近 越搬越近 到最后呢 方便一点啊 干脆住到里面去了 OK 所以这个是罗德的一个选择 他渐渐地被改变 而且呢 他是一步一步地给 罪恶试探留地步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看看 怎么样如何地不给罪恶 来留地步呢 一要 二步 跟我讲一次啊 一要 二步 一个要 两个步 OK 我们看从这个故事里面呢 我们怎么样去看 要跟不要 第一个呢 是要逃避私欲 这个是圣经里面警告告诉我们的 我们写来读这些经文 你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 同那以纯洁的心求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实 仁爱 和平 私欲跟欲望不一样 That's different between desire and lust OK 欲望是每个人都有的 对吗 如果小朋友没有吃的欲望 父母亲会很担心的对不对 哇 他不想吃饭 很担心 一直不要吃饭 你会很担心 对吗 所以你需要有吃的欲望 可是如果你使用这个欲望 over了 太多了 会怎么样 反而呢 就会带给你的身体 一些不好的影响 老实说啊 现在很多的病都是吃出来的 对吗 胆固醇过高 血糖过高 很多都是吃出来的 OK 高血压等等 所以发现 当我们吃 我们是可以享受吃的欲望 没有错 可是呢 我们很容易跨过了这个界限 吃了太多 这一点呢 我们要跟马哈蒂来学习 对不对 虽然我知道你不想活到93岁了 但是呢 马哈蒂呢 真的是有一些人生的智慧 对不对 他说 当你觉得好吃的时候 就要 stop 哎呀 多好啊 你吃到 哎哟 吃血了咯 吃到腻了 这是我们的人生咯 你好吃的时候不stop 就一直吃一直吃 结果怎么样 血了了 腻咬了 好吃都变成不好吃 而且已经吃太多了 现在的榴莲盛产季节啊 听说有些小组处处欲动啊 爆山王 多少钱啊 二十块啊 十多块而已啊 哇 他们开始在摩拳擦掌 哇 来啊 我们要去吃啊 当然我们都知道榴莲吃多了 是对你没有太多的好处的 对不对 但是吃一些是没有问题 而且是非常好的 你要享受 我觉得是全世界最美味的食物 就是榴莲 你们觉得认同吗 有些人咚咚咚 有些人呃 有些人这样子啊 OK 那 哇 性方面也是一样 性是上帝赐给夫妻美好的礼物 而夫妻之间需要好好的去享受它 好好的去在这一方面呢 彼此的取悦 但是呢 人却怎么样呢 在婚姻之外 尝试早一点去用它 尝试多一点去用它 尝试乱乱去用它 结果反而 它更加的不满足 所以欲望的原则是这样 我在上帝的真理之下 使用这个欲望 它就会让我喜乐 让我感到满足 但是如果我跨过神的命令跟真理 我去外面去使用的时候呢 它只会让我越来越不满足 我们就越来越想要更多 更大的刺激 你发现到吗 真的哦 色情的东西不是看了 你觉得满足了 想要下一步 再想要下一步 它是一个无底洞来的 但是上帝给予人的时候呢 他知道我们在他的真理之下 好好的享用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带来心灵的 身体的等等的满足的 所以不要怎么样 他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就是逃避 乱乱地去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欲望 可是偏偏这个世界 需要鼓励你 你爱怎么样就 怎么样 Do as you wish 而且他用各种各样的广告 各种各样的影片 各种各样的图片 来告诉你 Come on Come on Try me Come on Come on 试用一下吧 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我发现到呢 把人不当成人来看 把人当成商品 当成东西来看 来利用 尤其是把女人 当成是某种东西来利用 为了满足什么什么的 这些其实都是越来越远离了神的心意 所以当我们说要逃避私欲的时候 这在提醒我什么呢 我们小心 不要以为自己很稳 我没问题的啦 来一起去 OK的啦 看一看 哎呀 我OK的啦 不是的 对于私欲这方面 对于你心里这种欲望这方面呢 神的原则是什么呢 逃避 这个逃避 不是负面的逃避 这个逃避 乃是一个正面 很重要的 因为它了解怎么样呢 你了解到 我真的是软弱的 我真的是很有可能被改变的 因此呢 我要加倍地小心 避免去接触 避免是跟这样子的人 与任何的交往 我们要小心 我们在世上的行为 因为我们很容易就陷进去了 举个例子 赌博 逃避赌博 是 你知道有些人 赌了一次 赢了以后 他会怎么样 他会stop吗 不会的 多赌几次 输了以后 他会stop吗 也不会的 很奇怪了 不管赢跟输 都是不会stop的 因为当你尝试一次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怎么样呢 会继续下去 而在每一次去尝试的时候呢 他可能心里面 都会有这样子一种的想法 这种的试探 比如说 这样子的一个试探 我不是我们怎么知道不好 试试看 这个对于少年来说 你要小心 如果你的朋友 给你某一个药丸 然后说 哇 这个吃下去 excited 你会觉得你自己像个超人 very good of you 来试试看嘛 然后呢 你看一看 怪怪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说 我不要啦 然后呢 他会怎么样 他会很厉害 他会跟你讲说 你 你 你不敢啊 你 哇 没有胆啊 你 讲到你很不爽 对不对 然后 你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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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怎么知道不好 哦 这个情况呢 你就发现 怎么样 渐渐地在 引诱 渐渐地在 让你去 上钩的 的情况了 那样 OK 所以 包括还有其他的 一些的借口 比如说 我看一看 不会怎么样的啦 这是一个 试探的借口 大家都去 大家都这样做了 我不做 很奇怪嘞 我没有朋友耶 这是一个 借口来的 那我不会被 影响的啦 我试一试就好了 不是 圣经告诉我们 逃避 避免 不去接触 跟色情 跟毒品 跟赌博 等等这些 有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容易 勾上你 很容易让你 陷下去 好 第二个 点呢 第二点是 不了 第一个是要逃避 对不对 第二是 从这个 罗德的生命中 我们看到的是 不要什么呢 不要 延迟 不走 Don't hesitate to leave 但罗德 持延 不走 天使已经警告他了 上帝要毁灭这城 你快快走吧 告诉你的 儿女啊 女儿啊 妻子 快快走吧 告诉你 要娶你女儿的 女婿也快走吧 可是这两个女婿怎么样 笑他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不会的啦 他们不要走 他们把他当成是 笑话 那样 那 罗德 为什么 他不想走呢 这边我们并不清楚 他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在这个城里面 有他很多的财富 可能在这个城里面 有他很多美好的回忆 等等 我们不晓得 但是呢 当我们知道 有不正确的行为 不正确的关系 在渐渐地去develop 渐渐地去发展的时候 我们要当机立断 马上要走 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警告 那 比如说 如果 你跟某一个女同事 很谈得来 这个女同事太可爱了 比我家里那个还可爱 这个女同事太过understanding了 比我那个家里那个 更加understanding 我们谈一谈 觉得谈得很投机 他人也很好 你知道吗 所以你很期待上班 上班以后呢 跟这个嗨一下 讲讲话 很开心 等等 当你觉悟到这一点时候呢 你要说什么 stop 为什么呢 让你继续去build 这样子一个开心的感觉的时候 很可能有一天真的是 你就会做错事情了 那样 所以 必要延迟不走 所提醒的是 当我们知道 有一些危险的发展 有一些不好的发展 在好像预备着 好像在酝酿着的时候呢 停止 然后开始转移 开始不要继续 在这样子的关系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容易 会越陷下去 就越陷越深 那二者给我们 怎么样的借口呢 我告诉你 每一个上帝的命令 二者都可以告诉你一些借口的 上帝说这样 他说 不是啦 那 这个这样子 不是啦 不一定的啦 这个跟早期 夏娃娃被试探的时候 很像吗 很像 真的是这样子吗 不是啦 真的是这样吗 不会的啦 不要延迟不走 有哪一些的借口呢 包括什么呢 你随时可以stop的嘛 掌控在你 你那么差咩 你可以stop的咧 你看到吗 这些都是一个 让我们延迟 让我们不想 再马上地去跳出来 还有点可惜咧 不错咧 这样子一个感觉的话呢 这是有时候是 撒旦给我们的一个试探 你随时可以停的 但我告诉你不是的 罪恶的影响力 是很大的 是很紧急的 是很急迫的 我们需要当机立断 有一个 罗德可能延迟不走的原因 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 他想要帮助 拯救那些 索多玛城里面的人 为什么有这样讲呢 因为在新约有提到 新约提到 罗德是一个义人 他提到 他为了这个淫荡 为了这个索多玛城的罪恶 天天感到忧伤 那罗德 其实他心里面 也许在想着什么呢 想着是 上帝啊 你不要刑罚之城吧 给我多一点时间吧 让我去劝他们悔改吧 也许罗德有这样子的心态 但是呢 这里上帝的心意很清楚是 已经最恶到一个地步呢 他需要进行审判 并不是罗德可以去救的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实有些时候呢 我们有这种的 所谓弥赛亚情节 Messiah syndrome 就是我们想要做英雄 其实我是很喜欢做英雄的 我太太了解我 要帮这个 要去做那个 我看有需要快点快点去做 其实我不是为了做英雄 因为我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 很想要去帮助别人 但是有些人不是我帮的 是别人就要去帮的 有些责任 不是我能够负责到完的 是他的家人需要去负责的 而当我超过了 当人尝试 在一个自以为我可以去解决 我可以成为英雄 去帮助人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在那边就怎么样 会迟疑 会甚至陷入一些的困难里面 譬如说 如果今天我告诉你 我今天开始要参与一个事工 叫做拯救妓女的事工 那些会议们开始 船道 你自己去啊 是咯 他们需要帮忙吗 我要去救他们啊 船道 这样好不好啊 有什么不好的啊 救人为什么不可以啊 你会为我担心对不对 不会为我担心啊 我都有点担心我自己啊 是没有错 我不是说他们不能救 但是呢 我不合适去做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装备 我也不合适去接触这些人 为什么呢 可能我会被影响 那样 所以不要延迟不走 有一些这个异性之间的界限 是我们要小心的 那尤其是教会里面的弟兄跟姐妹们 都是非常好的人 很乐意帮助别人的人 有些时候呢 可能会被人家利用的 以致呢怎么样呢 你去帮助一个异性 就怎么样去照顾他 怎么样等等的 有一些的婚外情或者是外遇 就从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产生了 那样 所以我不要做英雄 那我就要被上帝来使用 做我该做的事情 可以帮的人 我们去帮 不合适我们去做的人 基本上呢 我们要求别人去做 我们要求别人的帮助 所以为什么我想 这个是夫妻的同工是很重要的 在我的服侍生命里面呢 我不能够离开我的妻子 就一个人去做什么事工啊等等 不可以 为什么呢 我很需要夫妻一起的同工 因为呢 我很容易进入到 陷入到试探里面 这个上帝给予我的一些的警告 第一 要 逃避 试探 第二 不要 延迟 不走 第三 当上帝把罗德抢救出来 这一家抢救出来的时候呢 很可惜的是 他的妻子回头再看 罗德的妻子往他后边回头一看 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第三 不要回头再看 为什么罗德的妻子回头再看 也许也因为他有许多财物在后面 也许因为他想要看看 到底这些人怎么样了 可是上帝的命令告诉他们说什么呢 很清楚是 你不要回头再看 因为这审判已经临到 你要快快地去逃命 回头再看 有时候呢 也等于什么呢 告诉我们说 这一个来救你的人呢 是有点多管闲事的 是不太需要的 为什么把你抢救出来呢 你后面还有很多美好的生活跟回忆啊 我要回去那一边那样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什么 很重要的是 上帝拯救了他们出来 而当我们一直往回看的时候呢 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并不是非常的珍惜 这样子的一个救恩 举个例子 譬如说 如果在火灾的现场 啊 烧火了 救命啊 怎么办啊 有个救火员冒着生命的危险 冲进去 然后呢 怎么样 把你抢救出来 可是抢救出来过程当中 抢救的时候 你说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拿我的财宝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那堆钱还没有拿 你不要把我那么快拉走 好不好 这个救火员是怎么样 冒死把我们救出来的 付出极大的代价的 可是我一直往回看 我回看 等一下 不要那么快 我要拿多一点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在小看的 或者是我在轻视了 这一位拯救我的人 所付出的代价 而耶稣就是这样子来提醒我们 耶稣曾经有一次呢 他告诉他的门徒 说什么呢 你们要想想罗德的妻子吧 为自己保留生命的 要失去生命 为自己放出生命 给上帝使用的 你要得着生命 为什么耶稣也可以这样子来讲呢 因为耶稣走了这个实际上的道路 他拯救我们 抢救我们出来 因此他有这个资格 要求我们好好地往前看 不要往后看 他有资格告诉我们 你们该要把你的生命 尾身让上帝来使用 你们是如此的宝贵 你们是如此的重要 你们要看重你们所得到的 这些的救恩 在耶稣的时代到现在 还是一样的 这世界也是一样 面对许多许多的试探挑战 这个世界将会面对审判 这正如圣经里面所提到的 那我们要存着怎么样的心态 继续地走下去呢 这个故事 你看到了上帝的审判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啊 有吗 有些人看到了火啊 硫磺 哎呀 很惨 很惨 可是这个故事里面呢 你看到了上帝的拯救的恩典吗 其实是很大的 当罗德延迟不走 他把他拉出来 派人去警告等等 你发现上帝的救恩 其实不断地在 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落实 我们可以如何地回应神呢 最近我们的读经运动 其实我们读到了一些 这个小先知书 大小先知书的章节 像和西亚书 像弥迦书那样 读这些章节的时候呢 你都会有一个感想 一直在骂人 先知常常在骂人 为什么呢 你们这些违背上帝的人 你们这些拜偶像的人 你们这些不公义的人等等 他一直在骂人 可是呢 在这个篇章里面 这些整卷圣经里面 你就发现 在骂人的里面呢 他夹杂的一些怎么样 爱 夹杂的一些宽恕 夹杂的一些赦免 在里面 就好像一个父亲 想要教训他的孩子们 骂他骂了以后呢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吗 因为我爱你啊 我希望你可以悔改啊 那句话是最重要的 那句话代表了 这位父亲的心是怎么样的 所以在我读弥加书的时候 我发现他弥加 虽然一整篇都在骂 这个犹大人 可是最后的几节 他说了什么呢 让我非常的感动 最后的几节他说呢 最后的三节 我们一起读 有哪一个神明向你赦免罪孽 饶恕他产业中渔民的罪过 他不永远怀怒 喜爱施恩 他必回转怜悯我们 把我们的罪孽 踏在脚下 必将他们一切的罪 投于深海 你必按古时 向我们列祖启示的话 以信实戴雅各 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密加书在这边结束 让我们感受到的是 上帝没有错 你要审判这世界 但是上帝同时 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你把我们从索多玛城里面 拉出来 拯救出来 如今我要做的是 继续走这个信心的旅程 而且呢 我要小心 要逃避 少年的私欲 要逃避自私的私欲 第二 不要延迟不走 当做的决定 快快的决定 第三 不要回头再看 当做了正确的决定 不要回头再看 过去有多爽 过去怎么样 因为这条信心的道路 值得我们全力地去做 上帝已经为我们 开了这条路 使我们可以走在其间 让我们以这首诗歌 来做回应 Crisis Enough 心经败赞美的 带领我们一起地来 以诗歌来回应神 请不吝点赞美的 请不吝点赞美的 请不吝点赞美的